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各位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我们今天谈一下 海洋老师预言再次再次成正 不是一次是好多次 尤其是讲今年2024年的 太阳化青年 当总统们要小心的 来我们今天看一下 2024超级神议员再次演员 又一个总统级人物 被怎么样了呢 我们等一下来好好看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又发生了呢 好 来接下来 针对28日戈兰高地遭到袭击 那以色列在24小时以内 发动两起报复行动 30日先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进郊 以无人机极臂增主党高阶指挥官 苏克尔 那隔天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刺杀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尼亚 以色列报复和挑衅意味非常浓厚 这个被刺杀的人 被拘杀的人是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哈马斯 7月31日证实领袖哈尼亚在伊朗 首都德黑兰欲赐身亡 并将矛头指向以色列 扬言绝不散罢甘休 看来呢这个总理呢被杀了以后呢 到底呢又会是怎么样呢 看到没有海洋老师一直在预言说 下半年还不是这样子而已 还会有 我觉得下半年还会有 不是只有这一次 上一次或再上一次 今年已经好几个总统 总理级的人被暗杀了 那么也有那个不幸掉飞机的 到底是真的掉飞机呢 还是被狙杀掉飞机呢 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了 好这个中东紧张局势呢又升温了 各界优先呢将危急遥遥欲坠的 停火协议谈判 中东紧张局面局势呢 也因此呢急剧升温 好那么呢全面战争在急吗 美国和欧盟呢正在向伊朗施压呢 要求该国呢不要对哈尼亚 遇刺事件作出回应 但伊朗领导人呢 目前已下令直接攻击以色列 以回应哈尼亚的死亡 不可能就这样散罢丹羞的 中东的国家想想看 没事都要找事干了 何况是这样的领导人被刺杀死亡 这也导致呢多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呢 在7月31日呼吁加强外交努力呢 以避免中东紧张局势 就是在继续升温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呢 韩老师之前的预言呢 2023年9月12日首播的 来 2024假成年太阳化季 全球如何冲破经济危机 将有两位总统级 小心被暗杀 我在去年9月12日首播的时候 已经告诉大家了 然后2024年1月20日首播的时候呢 末日倒数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暗杀恐攻战争逃得过此节吗 韩老师在今年初跟去年年底 一直在提醒大家 太阳化季会有很多总统级人物 恐遭遇不测之灾 现在呢已经死了好几个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继续看哦 好这个呢是5月15日 费卓呢 遭近距离开枪 身中武枪 然后呢6月7号呢 丹麦总理呢 费雷德里克森呢 当街遭不明男子殴打 看到没有 接下来呢 好7月8日台南市区渔会理事长 林士杰在家门口遭枪杀死亡 已经死了 7月13日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 在肇事活动中遭枪其后幸运生还 看到了没有 接下来 好2024年7月8日所播 预言再兑现报 刚警告完马上出事 太阳化季暗杀行动不断 下一个是很不幸的老师的预言 一次次的兑现 总共有四个人被刺杀 而且都是近距离的开枪 那到底呢 这样的一个状况还会继续吗 好 那这么不幸的事情一再发生 今年的太阳化季年 对男人真的是出师不利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国际油价飙涨 7月31日呢 跳涨在国际油价上面 因为哈马斯首脑在伊朗遇刺身亡 再次引发呢 外界对中东地区呢 处于战争边缘的担忧 9月交割的美国西德州呢 原油期货上扬3.47% 至每桶77.32美元 今年一斤累积上涨7.9% 将近8%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9月交割的布兰特原油呢 期货上涨2.68 每桶呢来到了80.70美元 今年一斤累积上涨4.8%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 一个是上涨的将近8% 一个是将近5% 好一个7.9% 一个4.8% 那个原油一直在往上推升 伊朗下令攻击以色列 好货贵三雄走强 我们来看一下呢 中东呢 中东呢紧张局是有利货贵三雄续墙 截至今天呢一日呢是3.30分 就8月一日 长荣涨4.5元到175元 万海涨1.8元到了79.7元 涨名涨1.2元来到64.6元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 如果这些货贵三雄一直在续涨的话呢 对于进出口贸易实在会非常的紧张 受油价强弹影响呢 航空双雄稍见官方 长荣涨0.1元来到34.55元 华航跌0.2元来到22.75元 这个货贵三雄走强才是真正的 让大家很头痛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进出口必须靠这些货贵三雄来运输 那么如果接着下来这样子的话呢 通货膨胀会再继续加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加速囤粮囤原油肉 他很多粮食不再输出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加速囤积粮食及能源 有分析认为中国正在备战台海战争 而就这个时候呢 中国两艘滚装船的动向似乎印证了这个猜测 虽然这两艘滚装船都是民用船只 但如果解放军武力收台 这些民用滚装船能够迅速转变成军用 负责坦克战车和各种补给的运输 台海战争岌岌可危啊 我们的三军统帅还有我们的国安局啊 要小心 好到底呢 会不会就引爆台海战争呢 又来了 国防部呢今天8月1号公布 从昨天7月3日上午6点到今天早上 6点为止一整天 国军征获29架次的中国军机 十艘中艰持续在台海周边 不断的在活动当中 为什么这么频繁每天哦 几乎就是把台湾钉死了 这不是我觉得他们在做军演 其实是在模拟怎么样上岸吧 要攻打台湾必须要不断的军演 我们的国防部以及三军统帅 大家知道吗 你们看到了吗 还有 他无时无刻都可以飞越我们的领空 我们也不敢反击啊 也不能反击啊 这才是最恐怖的 丢下几颗炸弹台湾又变成怎么样 而且他们是制造核弹的大火 这太令人害怕了 好 你们在下方留言说不要怕 对不用怕继续打 我们就继续跟他打仗 能打几天呢 不用一个月 相信我 不需要一个月 台湾就会被拿起 美国中国韩国日本等各国总统都要小心 好这种枪击案越来越多的时候 无所不用其极的 为国之间的撕裂 撕杀 以及互相攻击 只会让这些总理总统们的生命在淡系之间 好 所以呢 我想呢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也希望大家好好的醒示一下 这个地球已经快要爆炸了 人口也要爆炸了 然后呢 现在当总统是拿着生命在当总统 可能有随时都有可能被拘杀的可能 所以呢 我们要看一下 这世界到底会变成怎么样呢 好 不要忘记了 我们还是要一个和平的世界 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一个国家 我们也需要一个安全的生活居住的地方 我们一起加油 示出我们最大的善意 毕竟人口太少 没有办法跟人家打仗 不是吗 你们不要在下方留言说 你不怕打仗 那你就上战场 恭喜你上战场 不要说叫我逃到中国或美国 那都是我自己的个人事情 谢谢大家 帮我按照分享看 订阅一下小铃铛 拜拜 请不吝点赞 如果你们的认识